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家图书馆里面的书琳琅满目 但可供阅读的却很少 书里面不仅有线钞、金块、管制刀具 还有很多的名著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火药南希》 身穿皮夹克 一脸凶向的男人坐在了女主的对面 女主的老妈杀了这个男人的老爸 她是来报仇的 女主的老妈是杀手公司的顶级杀手 15年前为了给女主的老爸报仇 干掉了一名俄罗斯的杀手 为了躲避追杀 女主的老妈从此便人间蒸发了 女主则交由杀手公司抚养 15年过去了 女主成为了杀手公司的一线杀手 在一次行动中 她一不留神把黑帮老大的儿子给误杀了 这是一家特殊的餐馆 凡进入餐馆者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杀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管 交给了女主一个急火 一个会计偷走了杀手公司合法生意中的钱 女主的任务是 干掉这个会计拿回公司的钱 看着儿子冰冷的尸体 黑帮老大把手下全撒了出去 发誓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把凶手给抓住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女主来到一家特殊的图书馆 准备换几把干净的武器 图书馆里有三位工作人员 她们分别是漂亮婶 酱油婶和姚阿姨 这三位老江湖都是女主老妈亲密的战友 她们上次见到女主的时候 女主还没有洗衣机高 如今这个头都超过电名箱了 这个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军火库 所有能想到的武器这里全都有 女主来到酒店 悄悄地摸进了会计的房间 床上有一个提包 里面正是会计偷走杀手公司的钱 本来女主只想拿钱走人 并没有干掉会计的打算 但这时候床上的一部儿童手机响了起来 会计要接电话 但女主不让 两人在纠缠中 女主失手把会计给打伤了 原来会计的女儿小甜甜被人给绑架了 她必须用这笔钱赎回自己的女儿 这也是她为什么会冒险偷走杀手公司钱的原因 作为从小缺失父爱母爱的女主心软了 她把会计带到了杀手公司的医院 然后拿着钱去救会计的女儿小甜甜 杀手公司的主管劝女主不要多管闲事 尽快把钱给拿回来 否则公司的上层是不会放过她的 女主一意故行 主管无奈 只好派手下的三个废柴去杀女主 并拿回公司的钱 女主来到保龄球馆 刚和绑架犯联系上 公司的三个废柴就杀到 由于主管不允许他们伤害女主 因此他们只能跟女主肉搏 虽然这哥仨有备而来 但废柴就是废柴 最后被女主揍的全都不会动 女主拿着钱来到某商店 把钱交给绑架犯 顺利的救出了小甜甜 为了拿回公司的钱 女主开始追杀这四个绑架犯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四名歹徒拿到钱之后 很快就开始内讧 其中一哥们为了独吞这笔钱 突然向自己的三个大档放弹 等女主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了自相残杀的一幕 四名绑架犯最后全都挂掉了 公司的那笔钱也被手雷炸成碎片 女主带着小甜甜来到杀手医院 发现会计因为伤势过重已经挂掉 而那三个废柴也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他们已经接到了主管的下一步指示 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干掉女主 为了把女主拿下 医生突然袭击 在女主的胳膊上注射了两针麻醉剂 女主的手臂瞬间就不听使唤了 在小甜甜的帮助下 女主把手枪和手术刀绑在了自己的手上 而那三个废柴此时也已经杀到了门口 接下来就到了女主秀才艺的时间了 女主利用甩手疗法 很快就把这三个废柴的妄想症给治愈了 主管明确告诉女主 由于他误杀了黑帮老大的儿子 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父子产了 必须要被庆祝掉 女主也发现了狠话 说自己要血洗杀手公司董事会 为了避免和黑帮老大开战 主管把女主的位置告诉了黑帮老大 女主带着小甜甜来到地下车库 本来他想把小甜甜送回家 可这个小甜甜除了他老爸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亲戚了 由于胳膊被麻醉了 女主只好临时叫小甜甜开车 小甜甜冰雪聪明 很快就通过了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核 黑帮成员根据主管提供的信息 很快就杀了过来 紧接着双方在车库里展开了追杀 女主这辆车估计是用外形材料打造 子弹打在上面连点痕迹都没有 摆脱了黑帮的追杀之后 女主带着小甜甜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这时候她那位失踪了15年的老妈突然出现 原来女主的老妈当年为了给老公报仇 干掉的那个俄罗斯杀手也是杀手公司的成员 为了躲避杀手公司的追杀 她才不得已玩起了失踪 现如今女儿遇到了大麻烦 当妈的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娘俩正聊着的时候 小甜甜通过监控 看到黑帮的人已经冰临城下了 三个人来到洗衣房 顺着洗衣机里的秘密通道逃了出去 这么隐蔽的通道 居然很快就被黑帮成员给发现了 看来反派们的智商也是在不断的提高 面对大批黑帮成员的追杀 女主三人不得已来到了图书馆求助 对于女主老妈当年的不辞而别 三位大婶都非常的生气 尤其是爆皮气的酱油婶 把枪都端起来 不过毕竟是几十年的好友 再多的误会 相互不疼不痒的骂几句也就没事 而这个时候 方向感极强的黑帮成员 也杀到了图书馆的门口 随后五名成年女性 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女孩 和黑帮的几十位心狠 手辣的大老爷们展开了恶战 女主的老妈如双枪老太婆灵魂附体 三位大婶宝刀不老 打起劲来也是毫不手软 酱油婶的杨角锤 耍得是狐狐生风 杨阿姨的大铁链子 捂得是风雨不透 尤其是漂亮婶的加特林 一开火整个图书馆都为之干颤 黑帮老大的侄子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挟持小田田逃走了 而漂亮婶由于中枪 最终壮烈牺牲了 为了救出小田田 女主和黑帮的人约定在餐馆见面 这家餐馆也不知道什么背景 凡是进来的人都不允许带枪 黑帮的人也不例外 女主单枪匹马来到餐馆 坐下来和黑帮老大推心致富的谈了一会儿 双方就报仇和释放小田田事宜交换了意见 黑帮老大的意思是 让小田田看着女主被折磨至此之后 她才能把小田田给放了 谈判似乎进行的不太顺利 双方到最后也没能达成共识 就在不知道怎么往下进行的时候 女主的老妈酱油婶和杨阿姨化妆成服务员出钱 咱不是说好了餐馆那也不能带枪吗 人家黑帮的人都做到了 你们为啥非要不干规矩出牌呢 黑帮虽然在人数上占优 但携带的毕竟是冷兵器 因此这场群殴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趋势 黑帮到最后被团灭了 女主告诉了小田田真相 承认是自己杀了小田田的老爸 但小田田深明大义 并没有责万女主 接下来女主带着小田田 找到了杀手公司的资源部主管 这次双方聊得比较愉快 主管答应不再追杀女主和小田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吧 女人千万不能惹 不然就是在玩火 有理也得先认错 李亏麻就赶快躲